大家好,我是龙玉湯的飞 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讲你的喉轮 你的情绪需要出口,你的梦想也需要出口 你的言语就是你的力量来源 你有任何的情绪,有任何的梦想 一定要让它说出来 喉轮这个脉轮呢,它在我们的脖子这里,对吧 离你的脚有好大一段距离 也就是说它是偏上面比较精神性的脉轮 下面比较物质世界的脉轮 而所有的梦想,所有的情绪 它如果没有借由你的喉咙去把它说出来 就没有人知道啊,没有人听到啊 当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也是需要去说出口的 或者是把它写出来,放在Facebook上面 有没有人可以救我啊,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啊 当你举手,有没有人可以写出我的时候 那么宇宙就会知道说,原来你是需要帮忙的 原来你的情绪是需要有人去协助你的 或者是你的梦想,你的目标需要有人去协助你 所以我们要如何去训练我们的喉咙又或者是如何去疗愈我们的喉咙呢 那喉咙呢,当失衡的时候可能这个人会很内向害羞 就不好意思表达,或是不敢表达,或是不知道如何表达 那可能就会引发一些所谓食道啊,吞绝的一些问题啊 或是会偶尔莫名的就会突然干咳了一下子 又或者是长期就是自吸管的问题,甲状腺的问题 那甚至有可能你的听力也有一些问题 那当你的言语没有办法说出来,没有办法完整的表达你的内在感受的时候 那他就会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 那如果嘴巴都不讲话,不讲话,不讲话 就可能像有些独居的老人啊,或者是一人住的人啊 可能他们不擅长沟通,甚至听力会很快就下降 因为你的喉咙与眼跟耳朵它是相关联的 那当你没有静下来去倾听你内在声音的时候 也会造成你的大脑之间的混乱 因为大脑总是有各种既定的想法 各种属于自己的思想 就好比我们现在拿一份播起来好了 你来听来看他的声音 有些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那他就说,这是一个碗吗? 这个是什么啊?好重喔 这种东西看起来不是很有趣 而有的人说,这是声波耶,哇,那个声音好好听喔 所以一个物体,一个事件 它本身其实是没有什么主要的色彩颜色既定的 它是一个开放性的 每个人看到这个物件的时候 可以有很多种答案 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连绝感受 那什么是连绝感受呢? 就是当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会让你想起什么 假如说我们今天敲这个声音 有人说,我喜欢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呢,很平稳 把我的注意力从外在搭回了当下 那有的人会说,这个让我想起我阿嬷每天早上都在送经的声音 我最喜欢我阿嬷了,我好想念她 或者是有的人说,好烦喔 隔壁邻居每天一早五六点就在送经 我凌晨四二点一点两点才睡觉 我最不喜欢那个声音了 所以一个声音的好坏 其实它本身是没有任何性质的 而你对于一个声音 一个事件 一个物体的过去的既有形象 那它就会为这个事件 这个物体产出一个自我表述 那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会理念不合的时候 就需要什么呢 就需要沟通阿 就需要把你的声音打开来阿 如果今天你的喉轮是闭锁的 大家听不到你的声音 也不知道你要什么 那很多事情自然的就是 冷气吞声 有很多的怨对 有很多的苦 就一直往里面吞 一直吞 哇 那就卡回到你的新闻 可是又好生气好生气好生气 有很多想要沟通的 可是又不知道如何沟通 继续往下卡 又卡到你的腹部 胃酸又跑出来了 或是肠胃又开始不舒适了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你的每一个脉轮的平衡 都是很重要的 它们都是相关联的 那在我们的西医 我们可能就是说 啊 头痛一痛啊 吃个指头痛的药啊 牙齿痛就是一个指牙齿的 或是打个针啊 它都是被切成片段片段的 所以这个疗愈效果呢 治标不治本 就是它可以很快 让你舒缓疼痛没有错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牙痛 为什么会喉咙痛 为什么会头痛呢 有没有去想过这些问题呢 大家说 有很多的梦想 你想要去山里面去 去帮助一些山里面的小村庄去做教学 你很喜欢大自然 可是你的爸爸妈妈跟你说 诶 你去在都市当老师就好了 为什么要跑去边缘的山去呢 这样我们没有什么机会看到你 而且人在那边 可能环境没有都市这么方便啊 可是你很喜欢大自然 你的父母不理解 那你又不好意思说出口 可能你是家里面的独职啊 独生女啊 那当你没有说出来的时候 那个梦想 那个理想就离你好远 那你是藏在心里面 就会有很多的不开心的感觉 或是看到别人可以去 你就觉得好羡慕哦 我也好想去哦 可是你不要忘了 每个人的脚长在哪里 脚长在你自己的身上啊 今天你有梦想 一定要说出来 或者是去行动 说出来才有机会去行动 对不对 你不说出来就没有沟通 你自己就这样 扑扑扑扑扑跑去了 然后就把手机关机了 那么你的父母也会很担心你啊 所以喉轮非常的重要 它是我们人跟人之间 沟通的桥梁 那当一个人假如说 他话很多很多 他有很多的能量 他不断的在讲话 他都没有倾听 那可能大家也不知道 要如何跟他聊下去 因为你不断自顾自的在说话 甚至有时候说了很多话 却也不经意 好 所以说话它也是一门艺术 喉轮过度火药 说太多 或者是不好意思说 不敢说 就会造成很多情绪上的一些波乱 那今天当你是平衡的 你先去倾听你内在的声音 你想要什么 你需要什么 你有什么想要表达的 有什么想要沟通的 是要跟自己的大脑框架去沟通 还是要跟你的家人 跟你的同事 你的主管去沟通呢 去想一想 去把它说出来 拿出你的勇气去协调 如果你已经看完了前面几集的 下部脉轮的影片呢 我相信你的腹部的小太阳 沉赞发光 还有充满了自信 勇敢 愿意表达的那股力量 会伸上来去支持你把话语说出来 所以话语言语是非常有力量的 当今天你说 说你好笨喔 哇你好聪明 你好可爱喔 这些词汇 都会去带给其他人一些所谓的伤害 或者是赞美 对不对 所以言语它可以是柔美的像一朵花 它也可以像一把刀 所以语言它是个震动 它是非常有力量的 这个力量取决于你 如何去引用它 好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与我们的喉轮 可以先托托的肩膀 很多时候红轮卡住的时候 可能肩膀是比较紧绷的 好 那我们可以试着协助自己发声 假设说你很久没有跟人沟通了 你不知道如何沟通 那我们就先从发声练习开始 我们可以唱嗡 或者是挑你喜欢的曲子跟着一起哼 不用是只唱嗡 或者是固定的什么曲子 只要是你喜欢的 可以让你把声音发出来的 它就在训练你喉咙的肌肉 协助你勇于表达自己 好 一起上手 嗡三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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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上一次请他比如说啊 都可以 任何声音都可以 不是只能唱哦 去发挥的创意 去协助你自己发声 那当你发生第一 刚才的第一个声音 他可能很悶 他没有完全敞开的时候 他的震动可能坐在这里 当你把你的震动 是沿着整个身体比较长的时候 哎 你会发现那个气变长了 那這個部分就由你自己的身體去解釋 你會發現當你是挺直的 你的身體的很多氣從你的腹部出來的時候 它可以講得更穩 有時候當我們想跟所謂的權威去對話 你的父母啊 你學校的老師啊 你的主管啊 想要跟他對話 可是有時候這樣面前又開始慫了 不知道該如何開口 說起來會不會被罵啊 會不會覺得我很笨 可是如果你不說出來別人怎麼知道如何協助你 或是你有什麼事需要去溝通去改善 就沒有辦法啊 你不說出來沒有人知道啊 好 所以一定要去突破自己的心理限制 把那個勇氣拿出來 然後去突破你大腦的限制 把所有既定的一些印象都把它打過 不要覺得跟父母溝通是很困難的 他們一定不支持我 跟我主管怎麼溝通也沒有辦法 他就是那樣子 他就是無法理解 我們就是再怎麼加班也做不完 我們真的需要再補個人手 你都不講就沒有機會啊 對不對 好 那一定要試著先從新的框架打開來 知道自己的心是有力量可以出來的 去知道自己的言語是有力量的 然後打破大腦框架 事物它沒有一定永遠一定的模式 這個模式是可以讓你去改變的 所以誰去協助你改變 就是你自己 勇敢的為你自己發聲吧 好 那我們一起閉上眼睛 開始今天的喉嚨療癒 那過程中你可能會覺得喉嚨癢癢的 需要療癢的肌肉部分啊 或是筋膜部分啊 或是一些以太體光體的部分 好 所以你覺得可覺得癢 覺得喉嚨腫腫腫腫腫悶悶的 都很正常不用擔心 好 結束後去多補充水分就可以了 好 讓我一起閉上眼睛 舒服的做好 你可以觀賞明亮的光芒 藍色的光芒 清涼入睡 對 源自你的頭頂 不斷的降下 注入你的喉嚨 洗刷掉所有的卡頓 洗刷掉所有覺得 安安的地方 讓這股藍色的溪流 不斷的協助你 去清理你的喉嚨 洗刷掉所有的方式 洗刷掉所有的動物 you 歡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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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